這個行李箱是由硬殼去組成的 旁邊有金屬的護角 所以它撞還有壓就比較不會變形 然後它這種鎖叫海關鎖 海關鎖它上面這一個是只有海關才有鑰匙 所以它不會給你鑰匙 也是方便到時候如果說海關要開鎖 你不用把密碼透露給它 那它的鎖的設定方式它本來是預設只是000 如果我們要改變它鎖的數字的話 我們就要按下去 這個我變過了 所以我把它變回來 它是123 它就打開了 那這個我還沒變過 它有兩個鎖頭 所以其實可以設定兩組密碼 它有兩個鎖頭可以設兩組密碼 更安全 它的這個方式是直接開的 好像有曾經有聽過有網路上面介紹有拉鍊的 然後有人用直接就把它打開了 這種東西它就沒有辦法 因為它是密碼鎖 像這個密碼它目前是123 就按住它 就可以做調整 像是000 把它調回000 預設值 放開它就密碼就變000 這樣子的話我就把它蓋起來 然後我再調123 我就沒有辦法打開它 我必須要用海關鎖 或者是我要把它調成000才可以打開 那它的好的處還有一個就特點 就是它的輪子 它輪子是大輪 然後有兩個轉向 然後它的那個中心不是在中間 是在旁邊 所以它 它這種輪子它變得很好脫放 所以它的那個 脫起來很輕鬆 然後轉的方式 而且沒有什麼聲音 沒有沒有聲音 然後 然後 然後這邊有四個站立腳 就是有時候在粗糙的平面上 需要放下來的時候 就不會刮傷相殼 那 那個 它的這個架子打開是 可以做兩段調整的 像它這樣過來一個卡一段 然後 就是身高比較矮的 可以用這種方式 然後第二段 第二段可以到這裡 那身高高的時候 它可以從這裡做控制 一旦 也要 是 是 誠 有的 誠 是